好 我覺得病醫 都一直嗨嗨嗨嗨說不賺錢 我是覺得是不對 因為我覺得醫院的冷氣好像不用錢 對啊 冷氣超強的 每次去看病都覺得頭很痛 我告訴你喔 這個台大醫院的客宿發現 客宿第一名就是冷氣太冷 對喔 然後呢 也有太熱啦 太熱的很少啦 然後還客宿說病房沒有電視 然後 這是住宿還是住宿 再來就是客宿說櫃台跟護理人員態度不好 然後呢 每千件客宿裡面呢 大概有七八十件是醫療糾紛 那麼大多數的客宿意見 其實跟醫療行為是無關的 太冷太熱這個好像真的是無關嘛 而且有很多人提告都是為了孝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長輩想回家 晚輩想讓他繼續住院 有這種事嗎 會啊 現在大家很喜歡住院 因為住院可以賺錢 醫院可以賺錢 醫院可以賺錢 不是醫院 病人可以賺錢 因為他們都有 大家幾乎都有醫療保險 所以日而住院一天可能就是三千五千 那個比上班一天還要多 所以大家在那一躺一天賺的錢比上班多 難怪現在病床那麼難 因為都不走 對 所以有人甚至會就是靠這樣為生 有人他是就是長期住院 然後這間醫院住一段時間就換一家醫院住 他就這樣一直住下去 那就一直領這個日復兒就對了 對 因為這就是他的職業 不是啊 可是能不能出院是你決定啊 醫院說醫生說出院啊 這些人就是他就是真的有一些毛病存在 你要保證 就是有一些毛病 像是一些像慢性胰臟炎 這個是不會好的病 就是說他真的有病 可是他不一定要長期在裡面治療 所以就是說他很痛 其實你也不能夠硬把他請出去 請不出去 像我們開完刀 然後比如說五天 三天 然後說您可以回去了 比如說開散氣 散氣很簡單的一個疾病嘛 第二天應該就可以回去了 散氣有這麼嚴重嗎 對 嚴重 那他就說我回去 因為這大部分是老人家 沒人照顧 沒有人照顧 那你就只好留在醫院啊 對啊 那像剛剛劉醫師提到那種 胰臟炎那種疾病 通常家族會說你 我回去你要保證我沒有問題啊 對啊 那有些病人看他回去另外一個疾病走的 像有很多是比如說 他像我前一次開一個病人 本來就有那個心肌梗塞的病史 還要放了七八支支架 那後來是開了另外一個手術 可是他每次上大號完 他心臟就不舒服 他還好是在醫院 如果他再回家 星期間才發作 對啊 那也是還算便宜的 算醫生的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有時候很難 你也怕他們的 對 我們也怕說他回去 病人真的有問題 那為什麼有人這麼惡劣呢 睡不著就要跑來醫院 戴眼罩睡急診室 因為住在急診室更好賺 我們剛剛講的住院 急診室還要超過12個小時 我們剛剛講的住院室 住一天才有錢 五千或六千塊 可是急診室 你有時候六個小時就算一天 所以那個比上班更好 上班他八個小時 他只要來急診室六個小時 就等於賺一天的錢 他來這裡睡這樣可以賺錢嗎 理由是什麼 給他睡急診室的理由是什麼 有人說他失眠 有人說他頭痛 失眠可以去急診嗎 這就是我們的醫療已經是太廉價 而且太... 他不會直接說他睡不著 他一定說睡不著之後 頭很痛啊 身體很不舒服啊 身體抱怨啊 會有其他的那個... 已經很誇張啦 對...一定是 而且這些竟然是辦公室 其實也有精神科的急診 精神科的急診 很多人其實最多應該在外科 急診應該是恐慌發作 突然發作不舒服 搶不過來 他來 可是他來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就是說 要看精神科 我們常常是其他科都檢查了 有的真的是 舊車哄哄哄送進來 你檢查說心跳得很厲害啊 然後喘得很厲害啊 然後那種什麼過度喚氣 可是你檢查就一切正常 最後才叫精神科來看 這樣也是急診 沒有幾百步 沒有一天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檢查 你才能確定說 他其實不是那科問題 他是精神科問題 這樣他可以請四天了 24小時 這樣有一些病人會不會已經 其實他在如何申請保險給付 比醫生還專業了 是啊 因為我們的保險覆蓋率 已經很高了 所以大家太熟悉了 所以這幾年來 大家對這個規定 是非常熟悉的 我要住多久 要服哪些要求 那個跟診斷書的寫法有關係嗎 很大 這就是問題 學問很大 很大 常常會病人來告訴你說 我的保險員告訴我說 要怎麼寫 對 傷口 比如說我們開一個刀 縫幾針 我說開刀只有 只有就是我把你東西拿掉而已 那有縫幾針 縫幾針是最表皮 那我是從肚子裡面開始縫 可能縫三層 那到底要算幾針 不管 他就說 就是保險人叫我寫的 你要幫我寫 縫幾針有什麼關係 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 跟幾針有關 就多縫可能多幾針 對 他可能是這樣想吧 從前 因為大部分都是用傷口的長度 來決定理賠多少錢 因為大家都會以為說是用幾針 其實幾針真的不是重點 連上你一個傷口 可能會多縫好幾針 可是肚子上可能1公分會 1.5公分一針 所以是差很多的 傷口的長度 大家是用傷口的長度來決定幾針 其實是外傷才會這樣子 如果說你外傷 你告訴我說你要寫 傷口多長多深 我覺得合理 那本來就是牽涉到 有幾針是沒有道理的 對 那我問你意外嫌跟 所以你們如果幫人家開刀 讓人家多擠付一點 就拉長一點 沒有 開刀無關 開刀它是用手術去定義了 剛剛講那個長度是外傷 就是車禍撞到那個開始 可是我說 開刀有可能變成這樣子 就很怪啊 什麼有怎樣 就是剛剛講說有碰到病人 就是說就算開刀 他還是要寫傷口多長 或是寫幾公分 那我就像剛剛明說的 就是說 我傷口我可以開大可以開小 而且現在講腹腔鏡 那傷口每個都很小啊 那怎麼寫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不知道保險員到底他們是怎麼 那醫生會配合嗎 要看啦 其實同事常常碰到就是說 醫生堅持了之後 家屬當場就翻臉了 然後就開始大吵大鬧 對 那我問你蜂窩組織炎 是感染還是受傷 來源不一樣 一定是感染啦 那可能是受傷之後造成感染 那你蜂窩不一樣 是啊 是啊 那你不認識 對 到時看那個翻臉 看他的強勢 或者說你跟他熟不熟 對啊 像有些是香港腳 我們看到很多蜂窩組織炎 其實他沒有受傷 他是有香港腳 那沒有注意到 然後造成小腿的蜂窩組織炎 或腳板的蜂窩組織炎 有啊 那當然也有受傷的 受傷就很好寫 受傷就是什麼時候造成擦傷 這樣造成的 可是感染的你說一定要去寫 有外傷就是不曉得從何寫起來 好妙 對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多 很多吵架就這樣來的對不對 你如果不配合對不對 對 就是醫好了 可是他可能會在最後這一關 就為了診斷書跟你翻臉 所以有時候會 我不曉得就是說 指定醫師費 現在還有這個嗎 沒有了吧 這是 衛生署規定不可以 少數的醫院 除了 聽到那個醫院 也不能用指定醫師費的名義了 現在都要改了 規定是不可以收這個錢 那可是如果人家一定要這個醫生呢 人家可以多付一點錢 指定這個醫生嗎 不行 你就是必須要 像 剛剛跟潘醫師在講說他一個同學 在我們新竹 是一個婦產科的名義 比醫生小孩生很多 那個我知道 對嘛 平民上電視 然後生到就是說 要限制說掛號碼 可是想婦產科醫師那麼多 為什麼一定要去掛他 掛不到他還要吵 告到衛生局 告到市長那邊去 然後讓那些上級長官來施壓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做一定要生 你要把他抄襲嗎 是啊 醫生一天能夠接多少個病人 那病人不管 他不需要付指定醫師費 就是我只要掛到你 你就要幫我服務就好了 就對了 這樣其實對很多民醫 不是民醫 對很多醫生很不公平 其實是很 我覺得對病人其實也不好 因為他能分給每個 你回去想想 他能夠分給每個病人的時間 就沒有那麼多了 對 所以他對每個病人的服務 可能就不見得有辦法做到 像其他 可能有些其實比較沒有事情 醫生反而服務比較好 那可是為什麼大家一定要去呢 名氣吧 就醫術好啊 有同學長得還滿帥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這個 就像之前的那個蛋塔 我不是說排隊 異窩瘋 對 我覺得這是異窩瘋 不是啦 可是如果 他的這個看診量 已經超過他的負荷了 你怎麼可以用衛生署的力量 再去施壓說 叫他一定要看完每個病人 我覺得這對醫生也很不公平啊 上級都是這樣子 只要人家去投訴 都是下分證的錯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我把我一天就可以 我一天看 美人姐 你不知道嗎 有那個上午的門診 看到下午晚上 然後再看到天亮的 很多醫院是沒有線號的 有幾個醫生是這樣子 對啊 是沒有什麼 上午的門診 對 早上9點開始看了門診 看到下午還沒結束 看到晚上還沒結束 看到半夜看到天亮 同一個醫生 同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一直死 他看幾個人 這樣看幾個人 一兩百 那為什麼沒有給他線號呢 沒有啊 有些醫院沒有線號 只是看各個醫院的政策 不是 那這個醫生怎麼活呢 他們其實壓力就會很大 工作這樣就很大 我可以講我最近發生的狀況 因為我最近換了一個眼科的醫師 那我就去教學醫院看了這個醫生 那因為預約都預約不到 所以就現場掛 那現場掛的時候 當然就是求他 因為其實已經掛到一百多號了 那我就問醫生說 方不方便讓我夾掛 那醫生當然人非常的nice 他說 羅拉姐當然ok 你就夾掛 不過呢 你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等很久 那因為是下午的診 從一點半開始看 結果我看到九點多還沒看完 晚上九點多 對 我看到九點多 其實我很心疼的是 醫生都還沒有吃飯 然後護士小姐也沒有吃飯 然後當中他們應該會去上廁所 可是就是那整個過程 你就會覺得他們真的好辛苦 可是站在我們家屬的立場 在病人的立場會覺得 天啊 我眼睛真的很痛 我真的必須請你現在當下幫我做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蠻矛盾的問題 我告訴你 應該是這樣說 有的醫生 像我認識那個就是幫我太太治療的醫生 他有時候也看到晚上十二點 那他是說 你沒看他有的人是對南部 有的人對北部 對外面來 這樣 他當然他診 比方說一個禮拜只看兩天 那他能夠不把他看完嗎 那你要叫他回去再跑一趟嗎 你不忍心啊 對啊 所以他自己也很辛苦 那病人也很辛苦 大家都辛苦 對啊 真的是這樣子 有